玩乐鞋糖 嗨 朋友们 金妮姐姐来咯 你们看 佩琪和乔治已经要准备睡觉了 他们每天睡觉前都会让爸爸妈妈给他们讲睡前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给他讲乔治王子的故事 一起来听听吧 佩琪 乔治 快点睡觉咯 妈妈妈妈 我们再玩一会儿吧 就一会儿会儿 不行不行 快点睡觉了 必须要睡觉了 猪妈妈把佩琪 乔治都抱到了床上 乔治睡在下面 佩琪睡在上面 妈妈 你能给我们讲睡前故事吗 哦 当然可以了 但你们要答应我 听完就必须要睡觉哦 好嘞 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非常帅气的王子叫做乔治 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公主叫做佩琪 嘿嘿嘿 我是公主 佩琪公主和乔治王子每天都会有很多好吃的 比如曲奇 冰淇淋 还有蛋糕 哇 他们每天都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吃光 吃完饭后 他们就会叫魔法师来变魔术 玛丽玛丽 吼 天呐 魔法师竟然变出了一只大恐龙了 你们快看 佩琪公主和她的好朋友们见到恐龙就立马跑了起来 快跑 快跑 这时候只有乔治王子留了下来 和恐龙准备打斗 啊 乔治换上了他的恐龙战车和战袍 恐龙 啊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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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 啊呜 糟糕 魔法师变出的恐龙好像把乔治吓到了 别哭别哭啦 那只是只假的恐龙 呵呵呵 你们看 恐龙乖乖的呆在了这里 大家很开心的开始聚餐啦 恐龙 啊呜 你要来吃饭吗 哇 乔治好像慢慢的不怕恐龙了 还邀请他一起来野餐呢 恐龙 你快来野餐喽 啊呜 知道恐龙是好恐龙以后 大家都很喜欢他 哇 开party喽 呜 等一下 恐龙也来了 哔 恐龙先生和佩琪公主 还有乔治王子 经过了派对以后 变成了好朋友 恐龙先生非常喜欢 这个公主和王子 并且答应他们 成为他们的小宠物 你们看 王子和公主在车上 恐龙跟在了后面 做他们的护卫 恐龙护卫 恐龙护卫 保护你们 真是太棒了 你们还记得吗 这只是一个睡前故事 你们快看 猪妈妈讲着讲着故事 已经睡着了 小猪佩琪 还有乔治 在这里也听着听着 睡着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也要睡觉咯 把书合起来 晚安了朋友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